披荆斩棘的哥哥第二季正式开播 第一季的四位学长加上全新一季的28位哥哥 正式开启第二季的舞台竞演 他们就要经历七场演唱会 竞逐最终的滚烫家族席位 历经初舞台 八个小组逐一登台表演 最终张震乐组 郑军组 任贤棋组夺得前三甲 而个人喜爱度上 任贤棋 潘伟伯 郑军 苏有鹏 李承炫 吴建豪 张志林 陈小春 任科 林峰 姬身套布石 一 任贤棋 任贤棋拿下个人喜爱度第一并不意外 而小组也位居第三 初舞台一首伤心太平洋 真的是回忆满满 80 90后的青春里 怎能缺少这样一首经典 小棋哥一开口 青春就回来了 任贤棋就像《浪姐三》中的王心灵 带来自己最拿手的歌曲 最终获得了大众的喜爱和支持 喜爱度排名第一 真的是实至名归 在《潜彩》中 任贤棋说道 想不到自己已经56岁了 当然 谁会想到 小棋哥都56岁了 当然 他说道自己很幸运 有着很多代表作 不管是电视剧《神雕侠侣》 还是电影《星院》 《火龙对决》 还有歌曲《心太软》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伤心太平洋 真的是全面开花 当然 他希望自己还能够继续挑战 毕竟有这么好的舞台 可以跟这么多高手交流 机会难得 会珍惜的 2.潘伟博 潘伟博为批哥瘦了26斤 大家看到他的第一眼 都说他瘦了 确实 瘦下来的才是真正的潘帅 一首《反转地球》 真的是开取乍场 瞬间点燃了观众们的热情 让大家跟着摇晃摆动 Rubber的魅力尽显 在《潜采》中 他直言 自己从出道开始就不被看好 幸亏遇到了苏友鹏 得到照顾 当然后来的潘伟博 用一首首传唱歌曲 证明了自己 3.郑君 作为一代摇滚男歌手 有着赤裸裸 第三只眼 怒放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长安长安等多张专辑 赤裸裸 第三只眼 怒放 灰姑娘 回到拉萨 刘兴 私奔 摇滚脏傲等传唱歌曲 参加《披荆斩棘2》 一开始他是拒绝的 但是节目组也是很精明的 找到了妻子刘云 然后正在劝说之下 不仅缓和了当时还因为 孩子教育问题而紧张的关系 也彻底说服了郑君 而朋友们也是纷纷劝阻不要去 恐怕其晚节不保 但是郑君决定参加后 就不会轻易悔改 他说到晚节是用来破的 太安逸的生活用来突破一下 没有什么可怕的 他更是直言没有半开脉的说法 就是全开脉 出舞台一手私奔 青春魂一杀 一转眼16年过去了 刻在DNA里的旋律 郑君摇滚的神 现场更是有着王妃的录音 给郑君打尻 真的是顶流 四 苏友鹏 作为初代男子团体的一员 苏友鹏这个乖乖虎又回来了 他说道 小虎队是大家的情怀 早已不是个人的回忆了 初舞台上 小虎队的代表歌曲 《爱》和《红清廷》 引发全场大合唱 让人禁不住红了眼眶 这是多少人的青春呢 五 李承轩 张志林 陈小春 三人作为学长代表 再度回归 直接杀入了《喜爱度》前十 他们更是约定 三公不许任何人离开 更是要召唤更多的 第一季的哥哥回归 初舞台 李承轩一首 《默欺少年穷》 燃炸全场 吹小浩 方言演唱 真的是惊喜连连 张志林 优雅先生的代表 一首 《Fly Me To The Moo》 温柔的歌声搭配 温润如玉的气质 真的是直击心灵 陈小春初舞台 一身眉红色西装 抓住了眼球 随性自然地演唱 下半辈子 一开口 就震住了场子了 第二季他的目标是 X Leader 野心着实不小 六 吴建豪 从流星花园 到下一站幸福 从身体会唱歌 到Differentment 不管是演员 还是歌手 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力 如今一回归 直接躋身 喜爱肚榜第六 这就是人气证明 炫酷的出场方式 从高空降落 一下子就引爆了 全场观众 CURT's舞台高燃 不论是唱歌 还是舞蹈 都太绝了 七 人科 提起来到披荆斩棘二 他说道 是节目组邀请他的 当然 也直言自己 正在准备写小说 刚好来这里 可以提供一些素材 真的是一举多得 初舞台带来站台 乐器solo那里 像极了灯光师开大 大片的红和大片的绿 迎面而来 真的是为舞台而生 八 林峰 排名第十的林峰 这两年在内地的发展 可谓有目共睹 不管是影视作品 还是综艺 都接连不断 初舞台演唱 《越南越爱》 作为使徒行者的主题曲 一下子将人带回到了追剧之中 除了前十名的哥哥 杜德伟 温兆伦等前辈 也都表现惊艳 虽然排名并不靠前 但是地位是无可撼动的 而刘凯威 个人喜爱度排名二十四 初舞台演唱王妃的《江爱》 排名并不靠前 显然有些意外 在前踩中 她也略显紧张 她直言害怕镜头 只有在拍戏的时候 不害怕镜头 不管怎样 对于32位哥哥们来说 披荆斩棘二才刚刚开始 还有六个舞台 等待着他们 当然 中间将会有人晋级 也会有人淘汰 对于每一位哥哥们来说 都只有不断突破和挑战 才能披荆斩棘到最后